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Felisha,我是Egan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闻啊,每天都有持续的更新 然后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特别兴奋 那这个新闻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大堆的货车司机 现在聚集在加拿大的手补卧太花 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第二个礼拜了啊 十天,十一天左右的这个时间 这一些卡车司机其实他们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最近在那个上面也看到哈 就是大家是雄九九七昂昂的,就进到了加拿大的手补 但是呢他们在一个高方密这个筹款网站上面筹款 然后结果居然被他们取消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这个活动是暴力性质的,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就说啊,我们这个平台不能支持你们这样筹款 反正这个筹款事情也搞得乱七八糟,已经被取消 他们又在另外一个筹款平台上面,现在又筹到了几百万啊 那他们这样一个行动呢,是得到了美国保守派的大力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包括像川普啊,Tag Cruz啊,还有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大家也都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莫泰华市长呢,也宣布说我们城市进入了紧急状态 现在抓了七个人 因为不让这些人给那些抗议的货车司机送汽油啊 这个事情延伸出来很多很多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很多很多事情啊 但是呢,在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为什么会要想到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像有一点矛盾的心理 对 就是很奇怪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网上,就是说大家是一面倒啊 就是说这些司机是英雄,然后这个事情非常对 那我们来讲也是很支持的,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去反对他这个疫苗强制令的东西 这些人的行为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而且莫泰华你知道有多冷吗 我就看那些视频里面,怎么冰天雪地,然后那些人一说话全部都是哈气 结果我看了一下他们那边的温度 有多冷? 就是有零下二十多度晚上 二十多度? 对,零下二十多度就是那么冷,那是会把人冻坏,会把人冻生病的那种 但是呢,我又看到网上很多左派的新闻,左派新闻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 他们采访了很多当地的居民,那些居民呢,对这些获射司机抗议,直接就是说非常讨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他们主要讨厌的是什么呢? 他们讨厌的是这些人制造噪音 就是他们一群获射司机在那边昼夜不停的唱歌蹦迪喊,然后在路边烧烤 然后有人在那边搭棚子,在里面打碟,然后阻碍交通,那些大货车已经在那一堵着 上班下班的人,然后送货进货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了,然后居民出行不便 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怨声载道,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居民拿鸡蛋去丢那些货车司机的大货车上面 所以我当时一看完来之后,我就对这个事情,好像大概对我的思路有些干扰 哦,OK,就是你本来觉得这是个好事? 就是是个完完全全的好事,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们是 就是造成噪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没往那边去想 对,但是我一想就说哦,这些居民的反应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 对,因为我很讨厌别人吵我 我也是,就是想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搭卡车,我家旁边停着 那个声音我就受不了,影片里面他还一直按喇叭 对,所以就是我是能够理解那些人,就是他们或许是觉得说哦,你这种行为是好的 但是我不支持你在这边那么吵 那所以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呢? 因为现在看来某些方面来讲也不算是矛盾了,但是会让我对这个事情有重新这样的一点看法 那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呢,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当地的情形 虽然新闻上面说他们很吵,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有多吵 我并不相信左派媒体那些主流媒体的诚实度 他们很可能是非常非常夸大的去说这个事情 对,我们也不太相信主流媒体说的就是 你说他们全部都是英雄吗?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人这么多,想闹事,凑热闹的人一定有一堆 那你说他们全部都跟CNN还有MSNBC上面说的一样都是坏人吗? 抢流浪汉的食物,对着加拿大两个军人的那个雕像尿尿 拿着纳粹旗子结果被抓的那个白痴吗?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只是纯粹出来闹的神经病而已 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主要讨论的目标里面 因为目前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了 但是有很多观众以及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有很多人 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看法 对,而且认为说我们要革命了,我们要推翻暴政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起义跟革命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起义跟革命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 离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 就是你想到什么起义革命,这都是好像历史书里面看到的事情 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搭不上什么尬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起义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原则? 就是如果你要起义,你要革命的话 How?要怎么做? 我的这些资讯都是来自一本书叫做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那当你想到革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革命啊,就是造反了 革命好像就是有一群统一意见的人 凑在一起,然后会自己弄一个棋子 说这个棋子是代表我们 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冲 Antifa 就是目的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权吧 那我认为革命听起来就是很乱 很多人死,然后很多人为了某个思想而死亡 而且绝大多数的革命或者是起义 都无法达成他们的目的 绝大多数的革命都是失败的 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革命 其中一种的目的是要来推翻社会制度 另外一种是要重建,重新回到社会制度 那这个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跟法国大革命最大的不同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革命 目的是要推翻传统,推翻社会制度 为了所谓的结果平等 或者是生活平等来放纵自己 然后假借自由的名义 自己变得跟动物一样的一场革命 但是前几年在美国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 或者是美国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的革命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 最成功的一次革命 很多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叫美国革命 都在这个政府跟人民的余约下面被保护着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下面有大量的死亡 然后有流了无数的无辜人的血 断头台,批判式的处刑 还有妓女躺在或是坐在天主教圣母的祭坛上面 就是那个祭坛本来是要给圣母玛利亚的 因为他们法国是天主教嘛 然后呢他们在大街上女人公开的裸露 有一个很著名就是他拿着一个旗子 然后那个女的胸部露出来 然后带着男人冲的那一个 然后在小街巷弄里面 年轻人在里面做爱群交 然后这些都被说成是自由的 被说成是进步的 被说成是解放 但是美国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当时的革命是为了要脱离英国政府 因为英国政府变得太激进 美国政府的目的是要恢复信仰 还有家庭 还有解除中央政府的权利 简单说就是现在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概念 那这两个例子的时间也非常的近 同时也是之后所有革命的典范 这两个革命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是在信仰上面 这两个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说就是信仰这个东西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没有信仰的话人就以为自己以为的东西就是对的 你说法国大革命的那些人 他们也觉得自己要追求的那个思想是对的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多动物也做不出来 这只是就是好像自以为进步 自以为聪明的一群人会把自己用这样一个借口 然后一直去做一个想做但是不敢做 但是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这也就是说人没有一个道德观念 没有在信仰的一个约束下面会做出来的这种类似于野兽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信仰多么的重要 对于美国来讲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如果要是说到信仰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说以色列了 想去一趟以色列 还想把以色列玩透玩明白 自己去的话 其实说实话真的不太现实 你去了你知道大门冲哪开啊都不知道 所以最好我们是要找一个专精圣地之旅的机构来帮我们 那加南美帝旅游公司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深度了解到以色列 加南美帝旅游公司是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精 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同时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四月份让加南美帝带着我们一起去以色列玩一玩吧 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 旅游这种事千万不能等 为啥不能等 之前我跟我妈说了多少年了 说我们得去法国留在一圈啊 那法国你就得去巴黎吧 那巴黎圣母院电影也看了 歌也唱了 什么玩意都整了很多年 不知道巴黎圣母院大门冲哪开 有空的应该去看看吧 得烧了 现在就算在修复了 那也感觉好像也差那些事 好像也不是原来的那个 所以很多东西真的不能等 而且现在真的是绝佳的机会 为啥呀 谁旅游想排队啊 说实话 你去那个Disneyland 你排队都排够了吧 你去Sixflex 你玩一趟排队都排够了吧 对不对 现在去呢 这个旅游的人少 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真的没啥人 所以打过疫苗的朋友 想去的朋友 真的赶快来订购 把排队的时间完全花在玩上面 好好的去玩一玩 而且整个过程中呢 都是基督徒跟以色列当地的专业导游来的解说 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 来到真实的地点 来给你讲解真实的事件到底发生了啥 那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行程中的第八天 第八天啊 要去的这个地方简直是太经典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一大堆经典的经典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天 难道他们都互相离特别近吗 哇哦 我给你讲啊 第一个就是哪儿 以色列必须得去的枯墙 枯墙太有名了吧 一想到以色列 你如果要说景点的话 大家都能想到枯墙吧 这个枯墙呢 又称西墙啊 Western Wall 那这个呢就是目前在圣殿山上面 唯一一个最接近原来圣殿所在之地的一道墙 也就是今天犹太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 是去以色列必须去的景点之一 然后呢这个西墙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参观西墙下面的古道 之后呢还会走访穿梭在耶路撒冷圣城中的苦路 哎呀苦路这个地方真是得一边枯一边走吧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导游就告诉你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一趟苦路里面都是 耶稣当时是怎么走的哈 还有呢大家会去到老城商业区 参观许多犹太艺术家的作品 那下午呢就会去到大卫城 以及在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九章七节 耶稣使瞎眼得到医治的西罗亚池 这地方一定要去吧 接下来呢还会走西西家水道 这么多经典的场地大家有没有很心动 你心动吗 我超心动的 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圣地旅游的绝佳时机了 加南美帝为大家安排的都是精心挑选的酒店跟餐厅 保证这一趟行程让你吃好玩好 而且加南美帝对我们特别好 给我们AI news的观众朋友带来特别的优惠 只要你打电话告诉他们说 哎我是AI news的观众朋友 直接可以减免100美金 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来报名参加 在美国独立战争里面啊 其实有很多人是神职人员 不只是很多军人都是基督徒以外 很多人是神职人员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团 全部都是神职人员 叫做 Black Road Regiment 黑袍团 这名人起的人起得通工团多好玩 对 因为当时如果你是神职人员的话 你几乎都要穿黑色的长袍 对 当时这些牧师 不只是在军营里面 当教堂的牧师而已 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他们就是真正去拿着枪跟英国人对拼的那一种 哇 好帅哦 牧师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说他们真的是带着神职人员这个东西 然后上战场跟全世界最强大的英国陆军打仗的一个团 那会叫黑袍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每个星期天呢 他们都只会穿黑色的袍子 不只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建国国户基本上没事就在那边祷告 不是人家有事也要祷告 人家有事还禁食祷告呢 没事的话就祷告 有事的话禁食祷告 你看乔治华盛顿五张图片里面就有一张是跪在那个里面祷告的 反而是英国的军队 他们是烧教堂的 他们把教堂改变成这个军用妓院 然后烧圣经 烧圣师 逮捕而且处行这些这个神职人员 所以这两个革命最大的不同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信仰神还有神权还有神的律法 革命的目的是要归向神的还是要更远离神的 美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他的律法下面 还有保护神的传统 那法国大革命则是一个激进的运动 反对所有刚刚提到的所有事情 最后就是以完全失败而收场 但是真的很可惜 他们在当时闹这个革命的时候 或者是闹这样一个运动的时候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说我们是远离神 那当然了如果他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革命的劲了 他们想说算了吧 那么保守拉倒不闹了 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成功的革命跟失败的革命 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要回归到什么东西 对 那另外一个成功的革命跟失败的革命的差别 就是怒气的使用方式 那所有的革命都是充满着怒气的 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气的才会起来革命 不管是归向神还是离开神的 其实都是充满愤怒的 很不同的就是通常失败的革命 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愤怒 他们没有一个创造更高尚的时代的目标 他们没有世界名著或是哲学还有研究 来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 还有他们的观点 他们只是很生气 他们就是纯罪气 他们只是想要推翻 只是想要杀人 他们想要用暴力 这个样子的革命在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 而且是绝大多数的革命都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对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失败的革命 的确是你想从历史书里面可以看到的 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凝聚了一批人 然后团结了一批人 然后之后结果就走的越来越歪 然后就开始杀人放火抢劫抢奸 就开始干这些事情 然后一下就没落了就不行了 当一个团体只有怒气的时候 其实能做到的东西不大 对每个人会随从自己的私欲去做一大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完全没有意义 然后有的目的只是破坏或者是很邪恶的 那成功的革命一开始都是一个很有人气的这个运动 对不对感觉就是 但是之后呢都会被一小群的这个精英团体来带领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历史不是多数人创造的 历史是被一群很执着的少数人创造的 也就是说成功的革命一开始都是依靠一些民间运动 但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出来带领 这是一个革命是否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没有一群知识分子出来带领的话 一直都只是大规模的民运的话 隔几天隔几个礼拜民运就会消失了 大家还是要上班还是要生活 大家无聊 所以说有一群有方向而且有道德的少数领导者出来领导他们 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革命 那美国革命的时候非常幸运 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 历史学家叫这一群叫做Genius Clusters 天才集群 有一群有报复的天才聚集在一起 这些人带领着革命 这些人代表着人民的声音 这些人写下了独立宣言跟美国宪法 大众的方向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成年男子里面 我们以为就是所有美国人都上去了嘛 对不对 但是事实就是 美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 成年男子里面 16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在美国殖民地的军队里面的 剩下的呢 该过什么生活就做什么生活 然后呢 很多人还加入到了英国皇家陆军那边打自己的家乡 所以不只是在革命里面 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你只是有一群很生气的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的话 千万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没有人带领 如果没有人领导 马上就会变成一堆神经病上街打砸抢 很明显的法国大革命 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不管有多少的歌剧 多少的文章 试图把它写得有多浪漫 有多么惨烈各方面的 但是你看到历史文物 还有这些事件的时候 其实就是充满着愤怒 暴力 还有血腥 还有性解放的一个事件而已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革命基础的根本的话 那么一下子就会被另外一个独裁者重新统治 那法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 俄罗斯的例子就是斯大林 德国的就是希特勒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毛泽东 中华民国就是蒋介石 OK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 OK 这跟美国的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革命成功了 那加拿大 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的国家 是不是政府快要被推翻 然后快要内战了 其实要这样子的战争发生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只要政府几乎完全失去功能 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安全上 完全失去作用的时候 就是当你找不到工作 而且你也没有钱 再不给你小孩吃饭的话 他就会饿死 好不容易存了点钱去买东西吃 结果还被人抢 这个时候突然一个警察跑到你家来说 诶 该交税咯 这个时候呢 才会有人 就是真的愿意起来去做这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不逼到份上 绝对不会起来 不撞南墙不回头 其实大家忍耐力都还蛮强的 是 就是能忍则忍 你看那个加拿大 还有加州 其实我们某层面上是被政府压迫的 但是大家还是都是安居乐业的感觉 就好像你会从这些什么 那个比较痛苦的事情里面 那找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然后就拿这些开心事情 疫情一直麻痹自己 小缺心 对啊 小缺心 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避免战争发生 保守派要做的事情是 加强这个国家来避免暴动 要回归到我们的传统 回到我们的信仰跟价值观 回到这个国家的基础 回到这个国家的宪法 回到这个国家的宪法 回到自由 而不是要推翻 而且 不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制度 在这个上面 那基本上 那个是左派要的 他们想要放在这个已经被摧毁的废区当中的制度 就是共产主义 或者是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说现在走向很危险 经济衰退 很快就要打仗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 离打仗或者是革命 还有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Joe Biden或许真的是全美国历史上最烂的一个总统 但是这跟1920年代大萧条比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好非常非常多 特斯拉的新车还是出一台买一台 苹果的手机还是越来越贵 但是出一台买一台 就算在大萧条的时候 美国也有十万人 从一般的上班族变成了百万富翁 大家没有吃得很饱 但是还是都有东西吃 当时的美国人很穷 但是也没有到就是很多人饿死的地步 而且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是相信美国这个系统 但是认为说改变是必要的 而且之后还有罗斯福新政 画了很大的一个大饼给人民 让人民相信一切会变好 所以说 美国人当时都没有起来推翻 或是革命 那么现在更是不可能 我们现在其实很怕的是左派的革命 很怕就是美国会变得跟中共一样 文化大革命之类的 但是美国的左派也知道 中共那一套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中国留下了独裁的政权 压迫的政府 但是他们开放的市场 中国可以当世界的工厂 但是我们可以随时控制你的财富 如果你认为现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的话 很糟糕完蛋了 美国要打内战了 其实并没有 美国历史上经过比现在更糟糕的事情很多 但是 有一点是绝对没有过的 就是现在的文化 我们美国的文化 我们美国的文化 或许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 但是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越乱这个世界就会越乱 而且革命跟起义造成的死亡 惨状血腥暴力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冲突发生 最好的方式就是传辅音 跟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那我们在最后再回到加拿大的游行车队 他们好像的确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而且也有明确的目的跟方向 目的是要政府撤销强制疫苗的这个规定 方向就是只要政府不撤销强制疫苗 我们的车就在这个地方一直按喇叭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领导出来 他们没有人出来谈判跟为他们发声 这个Freedom Convoy很值得被人尊敬 但是很明显的只要土豆继续躲着 再过几天他们就会开始要自己走人了 我个人对于Freedom Convoy的看法是可能声音很大 但是不太能达到多少的效果 他们干扰到了很多附近的这些邻居太多了 不是就是首先是在那附近的人就不干了 对 他们就是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对了 你都根本不需要政府说什么 真的土豆只要再搞几天 我讲附近的居民就要出来起义了 对附近的居民就要联合起来说把他们给赶走了 对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就不管 他说你反抗这个疫苗强制令你到底对还不对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你就是在这找民了 你打扰我了 我就要把你们赶走 就会变成这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警察去抓那些给他们送油的人了 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汽车的补给 那不让汽车补给呢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大货车全部都卡在那里 没有油 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 然后政府会找拖车队把他们拖走 然后会把这些人抓起来 然后他们还要付那个拖车的钱 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像这种东西吧 也挺难的 就是你很难在前期去仔细的规划好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吧 可能很多时候要见机行事 所以这个就是有领导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是怎么去达到这样一个革命的成功性 一定要有几个人出来那个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大家在一起 然后也没有人准确的给出什么意见 就比如说你现在 本来你做的事情大家都很支持 都很觉得你做很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扰民了 那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有人做决策说 那要怎么办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想一个办法 就是怎么我们能安抚这些居民 然后我们还能让政府来同意我们的条件 这个一定是要有人出来做的 你不能说我们大家就是一直在这 你不同意我们就赖这不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有领导出来的一个 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现在一看 你说当这种革命的领袖 如果要真能成功多难 一点也不简单 脑子要是相当相当清楚的 你想了 就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 加拿大这司机 现在调你过去 当领导 你能干吗这活 我...no 为什么乔治华盛顿会是南方人 为什么Thomas Jefferson就是写那个独立宣言的人 会是南方人 这些他都是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的 所以说这些卡车司机真的是造成了很多当地的居民 就是无法上班甚至休息造成了很多的怨言 现在全部都变成左派的武器 最后可能就变得跟香港那时候反送中游行一样 和平示威游行 没有造成居民不变的时候 大家都支持 我也支持 很棒 我也觉得说 香港人站起来 一旦开始烧俗滩 烧店家 打砸墙 对警察丢汽油弹的时候 整个民运就变成一个泄气的气球 而且人民开始跟抗议人士开始起冲突 因为抗议的人是影响到的其他人 就是你到底在影响谁嘛 说白了 你找老百姓干嘛 在革命或者是在闹的时候 你的目标要是对的 你要的是政府听到你说话 也就是说我某层面上面 是支持这些卡车在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办法 有一个整合性的 而且有目的性的谈判方式的话 他们待越久 警察还有政府就越能把自己 装作成是一个仁义之时 对 要来驱逐这些暴民的英雄 你看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让整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大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支持的 但是到最后 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了 就是没有办法再那么多 因为人家就是的确影响到人家休息了 那或者是你从这个事情 你从这两个大方向来看 就牺牲一点你的睡眠怎么了 对吧 人家抗争的是自由啊 人家抗争的是那个 Covid这个东西的Manday啊 抗疫的是疫苗Manday 老百姓不管那个 对 你跟那个老百姓说 他们是抗疫疫苗的Manday 或许他们刚开始支持 但是你一旦影响到他们 他们就不管三千二十一 我管你干嘛 他就不支持 就会变成这样的 而且这真的是政府可以借机 左派他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说说实话 很多时候保守派做的很多活动很难 如果要是真的想达到一些目的的话非常难 因为你架不住左派就成天在那说 现在左派电视台报道这个事 你只要去采访两个附近的居民就行了 你只要把那几个居民那个生气的样子 你往电视上一播 大家看电视就会说 哎呀这些卡车司机真坏 他们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 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对于这些卡车司机来讲 如果他再没有这个应对的方式的话 土豆可能就变成解救加拿大的英雄了 我们要应该要继续支持这些卡车司机 没有错 但是他们也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而且他们要正确的应对方式 你说很对啊 就是这些卡车司机的行为当然是要支持 因为他们真的很勇敢 可以愿意为这个东西发生 你看像美国很多人被开除了 警察被开除了 护士被开除了 谁搞什么活动了 大家说被开除了 你不让我哪一边就开除我 也就回家哭一哭 最多最多就联系Fox News上电视讲一讲 讲完了就完了 然后我们老百姓说 哎呀真可怜呐 哎呀你看看就被开除了 什么也没有 对 让大家看一看 然后大家倒倒倒倒倒倒 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像他们 他们是真的可以集结起来那个力量 但是目前为止看到的 就好像说这些人就变成了说 我就坐这不走啦 我就继续找民啦 我就什么什么啦 那虽然你们坚持的理念是对的 但是有很多人民站起来开始反对了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是这个 但是希望说如果他们有任何计划的话 或者他们如果真的有任何的领导人的话 赶快出来 然后用这个计划 你是不是可以看现在的情况去怎么调节 然后你真的能够找到政府去跟他们谈判 把目的给达到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大家支持 一定是要继续支持 祷告一定是要继续祷告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事情 跟我们结合历史这些奇异 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 这也是为我们之后预备嘛 如果我们真的某一天要规划什么的话 人家都说看历史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嘛 温固而知心 温固而知心 你看这些历史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或者要有一个意识的事情吧 这个是很好 那在这里呢也真的衷心的祝愿他们能够成功 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下 真的是土豆赶快出来吧 出来可以跟他们谈判 希望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明天有直播 大家记得看哦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老友伙伴们 敬祝大家新年蒙福 我是周一方牧师 怎么 认不出是我了 30年前 我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至于现在嘛 那就别提了 今天 我在这里 要向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将于2022年2月中旬 举办一个别开生命 前所未见的线上虚拟众议活动 名称定为 神奇春晚迎家节 因为不久 就将迎来三个家节 就是春节 元宵节 和情人节 和情人节 当此氛围 我们希望同胞们 无论是身处冰天雪地 或是疫情家居 是教会团体 还是小组团器 都可以借着这个晚会 在网上和亲友们一同观赏 内容包括有 虚拥 虚拟剧场 原创新歌 成是云当成松的 他并没有退缺我的道路 旧天宿说 你的荣耀 感谢有你 感谢生生不息的生命 人当然有福了 因为他们被梦延续 仿真人物 他们随时的帮助 本活动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20个企业团体 及教会的机构支持赞助 欢迎教会团体 或是公司行号 一同共襄盛举哦 联络资讯 请见以下 祝大家 佳节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